高准时间 晚上十点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十点新闻 奥巴马政府将拨出更多资金 拯救银行业 十年内削减财政开支两万亿美金 香港公布六百亿新元预算案 创造纪约机会 日本出口暴跌 贸易赤字创纪录 苏尔其航空一架客机 在荷兰首都坠毁 九人不姓您 罹难当局已经排除恐怖袭击 布兰广孝山潮州坟场 百年古墓 进行挖掘工作的时候 意外发现清朝官员的陪葬点 就会开始 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 有信心能够使到美国经济复苏 而且还会变得比以往更强盛 但他表示 要拯救银行业和复苏经济的计划 所需要动用的资金 会比之前预计的还要多